好 咱掌聲歡迎我們潘良華 潘議長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抱歉我感冒了 所以聲音怪怪 大家比較忍耐一下 OK 你們過得好嗎 好 有了沒了 我外面聽了都說不好 那是怎麼我們會壞 我說一個故事 在美國有開一個國際外科醫師的健康會 現在的保持有咖啡時間 有三個醫師 一個日本醫師 一個美國醫師 一個台灣醫師 他們就在那邊聊天 那日本的醫師就很臭屁說 我們十年前 有一個小朋友 他雙手被火車輾過去 都碎掉了 我們用簡為手術把他接回去 結果他在15歲的時候 世界鋼琴比賽得冠軍 你看他這個技術很好 然後美國的就說那有什麼 我們十年前也一樣 有一個人車禍 腳要把他截肢 然後我們用駝鳥的腳把他裝上去 結果他在奧運會的時候也得冠軍 然後他就等著看台灣這個醫師怎麼講 這個醫師 笑笑說那有什麼 我們20年前有一個40歲的人 也是車禍 頭撞破了 腦漿都噴出去了 我們用豬的腦給他裝進去 給他移植進去 他現在在我們台灣在當總統 這就是我們今天過得這麼難過的原因 謝謝啊 所以我們要 要不要被這個豬管啊 蔣介石1949年就引進 100多萬頭豬給我們養 養60幾年都不能殺對不對 我們不要再養豬了 不要再當養殖戶 好 OK 好進入主題 我來介紹美國國會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麼我們準備 執政的日期近了 所以秘書長 就要做點招的動作 準備把這個正確的名單 確定還是支持我們台灣民進府的名單 要報送美國 好 那我們要當執政官員 公務員 應該有的心態 第一個 要有民主自由法治 這個版本齁 對不起啦 我可能還要再請這個小蔡 這個是舊的版本 第一個我們要以公僕的身份 我們不要用官僚的身份 我們是要服務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是服務那些中國的難民 所以 我們要用公僕的心態 來圖利 我們本土台灣人 來圖利本土台灣人所組成的公司 航號 或者這些 生產單位 我們不要像中國人來台灣 弄得那麼厚的 六法全書 來管我們 很多行政命令 關關卡卡 為什麼那麼多關卡 他們就是要索紅包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 一定要盡量 縮短 這個作業流程 所以我們的編制盡量要少一點 層次要少一點 扁平化 讓我們的執行效率能夠快速 不要像中國人 蓋個章 你沒有送紅包那個章 他不蓋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 中國人當官 他們就是要撈錢 他們就用這些法令 把你綁得死死的 你沒有拿錢 沒有提錢來講 就不用講 你不拿錢來講 就不用講就對了 好 小蔡有沒有變更 那個如果新的版本 這一跟二是對調的 好 我們要秉持民主自由法治的 還有人權公平正義 關懷弱勢 永續經營我們台灣 這個心態 我們不要說 當了官 就耍官威 我們還是要有 美國 在指導之下 我們還是要依照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 來跟我們本土台灣人共同來努力 我們要學歐美 學日本 為什麼歐美他們會那麼進步 他們就是有很多原因 那等一下我們會繼續討論 OK 那我們來介紹美國國會 這個就是美國國會大廈 那麼他們的參眾院各聚一邊 在開會 OK 好 這是他們在開會的情形 那個美國國會他們是分為兩院制 就是有一個聯邦的參議院 然後還有一個聯邦的眾議院 那麼參議院的代表 他是代表州 每一州可以選兩位 所以50個州 所以一共有100位 他們的任期是6年 每兩年就改選三分之一 所以可以分三次 就全部改選 這樣的做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資深的參議員 他可以帶領新的 新選出來的 那三分之一的新的那個參議員 可以幫助他們快速的進入狀況 好 那聯邦的眾議員 他是代表人民 那麼 眾議長是總統繼位的第三順位 那麼 眾議員他的總數法定是435名 任期只有兩年 每兩年全部435位 這些通通要改選 這就有人有意見 第一年進去剛才學習 比較熟悉以後 哇 下一年要準備 要進選聯任 那哪有時間好 立法 可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他就是說 你就是只有兩年 你就好好幹 你只要好好幹 你要選聯任 你就有機會 你不好好幹 你就馬上兩年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 他們立法的本意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還讓你來學習 沒有 你進去就好好給我幹 好好立法 OK 好 那麼 美國國會是美國民主的象徵 所有的法案都要經過參眾議員通過 他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離 而且國會這個立法權是三權之首 他們先立完法 然後交給行政部門 去依法行政 好 那司法又在後面監督 你做不好就是彈劾判刑 好 那麼 美國國會在眾議院有20個永久性的常設委員會 他本身就具有立法的席可權 那我們來看這幾個 就是有農業委員會 撥款 軍事 預算 教育 勞工 能源與商務 金融服務 政府改革委員會 國土安全委員會 行政 不是 眾議院行政委員會 下面十個是 國際關係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 資源規劃 規則 科學小企業委員會 官方行動準則 你注意看 他有一個官方行動準則委員會 還有運輸跟基礎設施委員會 特有金融委員會 籌款委員會 這20個常設的委員會 好 那麼國會的權力 最主要的是立法權 它內涵列舉權 暗示權 固有權 保有權 共同權 禁止權 國會所通過的法律 基本上是大原則性的 其他的細節 是由行政機關 擬定施行細則 還有這些計畫 好 那麼 那麼 列舉權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內容 列舉權 依照聯邦憲法第一條的第八款 它國會有權規定 並徵收稅金 關稅以及其他的稅付 以償付國債 並為美國合眾國的共同防禦 及全民福利 OK B 鑄造貨幣 調節其價值 並制定度量衡的標準 這都是美國國會的權利 好 設立郵政局 還有建造議戰 因為美國憲法很早就有了 所以以前還要 連國會都還要負責 建設郵局啦 建造議戰 為促進科學還有實用技術的進步 對作家還有發明家的著作與發明 給予一定期限的專利保障 你看 他們那麼久以前 200多年前 他們就 這些立法人員 就有這個智慧 來保護智慧財產權 所以為什麼美國 他們會有那麼多的創意 也是因為他們有 國家憲法 的保證 這是美國聯邦憲法 規定列舉 國會有哪些權利 好 還有募集和維持陸軍 配備及保持海軍 還有制定有關管理和控制陸海軍隊的條例 所以美國的軍隊其實還是要不要打仗 所以宣戰權是在美國國會 是美國通 國會通過以後 才讓行政部門總統 國防部 他們去發布 宣戰 好 制定還有召集民兵條例 以執行聯邦法律 鎮壓叛亂和擊退群內 那這些配備 要配備這些海軍陸軍 要經費 這些都是要 國會立法通過 費用 所以 軍隊名義上是國防部在掌控 可是經費是在國會立法前控制住 所以軍隊到最後還是聽國會的 那國會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所以還是等於是人民在指揮軍隊 那麼 國會的立法程序 第一個是由參眾兩院的議員 提出法案 然後送交手指議員工作人員 來列案編號 還有把他的標題標上去 這等於是一讀 然後 在送交相應適當的委員會 剛剛我們有很多委員會 那些 他們有小組來舉辦公聽費 看是要廢案或是成案 如果成案審議 如果成案就送交全院會議 好比從參議院或者從眾議院 來全院會議來審查 再通過 由工作人員足跡朗讀法案 這是等於二讀會通過 好 全院審議 只朗讀標題並投票解決 這就是閃讀了 投票如果通過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可以成案了 如果 眾議院 通過 就要再送另一個議員 就是參議院 表決通過 好 兩億議員 就是參議院眾議院都審議通過的法案 就送交總統 讓總統去簽署 好 總統如果有簽署 就變成法律 總統如果啟用否決前不同意的話 就送回提案的議員 看是從哪一個議員提出來的 就送回議員 但是總統要加註你反對的理由 你反對哪一個部分 好 針對那個部分送回去原來的提案的議員 他們再重新討論修正 通過以後再送給總統 再簽 好 那麼 如果眾議院 同一票 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則再度通過 總統已經否決了 但是眾議院 又通過三分之二以上 就這個法案又通過了 再 他就已經推翻總統的法 那個否決權 法案就成立成為法律 所以 雙方都有 那個 自衡的權利 OK 好 那麼 美國國會 非立法之權又分為六類 有選舉權 行政權 管理監督權 制定權 調查權 還有司法權 第一個選舉權 在總統大選中 如果沒有人獲得過半數選舉人票 則由聯邦眾議院選舉總統 每週那時候就變成每週只有一票可以代表 然後由參議院來選出副總統 那麼 這個選舉人票 美國大概有538票 那538 你把它除以2 你至少要拿到270票 你才可以當上總統 那麼現在有538票 除以一半 很有可能是 通通票數一樣 除以2 那不是單數 不是計數 行政權 總統委派高級的關聯 譬如聯邦準備理事會的主席 現在這個叫做葉倫 它必須由國會認可 通過 行政機關 還有行政機關 與其他國家 簽訂條約 也要經過國會 批准以後 這個條約 國際條約才會生效 國會還有這一類的行政權 好 好 管理監督的權利 國會有權增減或合併 或者創新一個新的行政機構 並增減預算 行政機關 必須定期向國會來報告 並接受質詢 這是質詢權 談合權 立法否決權 好 第四個制定權 國會有權利制定與修改憲法 那修建的程序要 需要在 眾議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贊成 並提案 或者三分 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州贊成 就可以召開修憲會議 通過後 還要經過四分之三的州來批准 這個案子 修憲案就可以成立 到現在 美國憲法修正案只有通過27條 所以要 修改憲法 還蠻困難的 國會非立法資權還分了六類 第五類是調查權 國會 國會為了立法 以及監督政府的運作 看你有沒有亂搞 而組成的專門機構 來調查政府的行為的這個權利 你這個政府所做的行為 是符合人民的那個利益嗎 他有這個調查的這個權利 比較有名的調查委員會 有月戰調查委員會 然後伊朗的軍售案 然後是尼克森水門案 還有挑戰者太空說爆炸案 還有柯林頓的醜聞案 這幾個是比較有名的特別調查委員會 那現在的中華民國 把這個調查權 就改到放在監察院 那個他們都在那邊監察煮茶 他說監察院只有蓋章 還有吃飯請客 喝茶 監察院嘛 好 那個司法權 國會有談和權 極含有司法的性質 而且總統任命的聯邦的大法官 也需要參議院同意認可 才可以去當大法官 好 那麼 美國 他建國才238年 為何就能成為世界最強盛的國家 這我們可以來了解探討 學習 這是我個人的認為 好 第一個 美國人誠實踏實做事 一步一腳印 不會像中國人很會吹 他是 吹牛是第一名 什麼他都要跟人家仿造 他也說他很會做 美國在發明那個F-22引擎戰鬥機 他也弄了一個殲-20 結果做出來 長得跟 美國的F-22一樣 都頭部 都是用偷的 美國就是沒有算準說 網路駭客中國人 這才這麼厲害 他侵入所有的美國的各個實驗室 軍工企業的 電腦部門 去把裡面的機密資料 怎麼製造高科技的這些東西的資料 都copy出去了 所以這個漏洞很大 那美國他一步一腳印 他從小大大 他們就是 以誠實的來對待 小孩子 小孩子 尤其我最近我們 在官網有沒有看到 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這個文章 德國人讓 德國的孩子輸在起跑點 我們官網 有看到這篇文章的舉手我看一下 大概有 快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篇文章讓我也蠻震撼的 他們認為給小孩子 快快樂樂長大 不要學中國人那種 亞苗助長 硬塞東西讓他學 從幼稚園就開始才藝班 學各種語文 學各種才藝 讓小孩子從童年就失去童 童真童趣了 那麼 很可惜 我們台灣被中國人來 代理佔領以後 我們也學了這些東西 到處在開補習班 那德國的憲法規定 小孩子不可以補習 他們用憲法來規定 所以小孩子就是你好好給我快快樂樂長大 他不要再從小的時候 就給他用大人的框框把它框住 限制他的自由想像空間 發展的空間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那麼 那 美國人誠實踏實 做事會有原因的 來我們繼續看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人信奉基督教 遵守 基督教的教義 他的基本的教義 我們來看 信實 公益 博愛 叛亡 信實 就是誠實 還有信用 我講出去的就算話 我做的東西是實實在在的 所以我們 早期台灣人買美國的機器設備 都覺得我怎麼這麼重 他的真的是真材實料 一部美國的公眾母機 可以用30年不會壞 我大概 15年前 買了一個 拳子 修電腦的時候 要剪那個電線 修電器的時候 一剪 斷了 結果注意看 不是電線斷 是那個片子斷掉了 注意看是 Made in China 一個拳子都做不好 你說這個國家會多強 我都不相信 好 公益 美國人喜歡 打爆不平 跟這個教育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美國人會 當世界的警察 喜歡管人家 國家裡面的事 你只要違反人權 屠殺 或者 你那個地方發生災難 都是美國人去幫忙去救助 或者是替你去打爆不平 好 美國人 美國人 在世界上的各種NGO的組織 捐款捐的最多 聯合國的慈善 這些對外援助 這些 也是美國捐款捐最多 美國人他不會 像 用 中國人那種系統 所 所賺的錢都是要留給子孫去發用 他們比較沒有這種思想 所以 美國人 大企業家賺到錢 他就盡量把錢都成立基金會 把它捐出去 來做一些慈善的事業 這是他們博愛的 源頭 好 判亂 他們都是有判亂的 往前看 一直發明新東西 讓別人在後面追 為什麼像蘋果電腦賈伯斯 有那麼好的天分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美國供應他的養分 他才可以 也不用去讀大學 不用把大學讀畢業 他就在車庫就可以做Apple Apple 2 就可以 而且 被趕離開以後 他還有辦法回來 再發明iPad iPad iPhone 搞得現在 本來Nokia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iPhone出來三年 Nokia就 開始倒閉了 現在已經被 Microsoft 那個 併過了 美國人崇尚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 這是 整個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還有他們有一部簡明二要的憲法 美國的憲法很簡單 只有10條 然後加上27條修正案 不像中華民國 他們弄的憲法 一本那大本 萬萬歲 中華民國真的萬萬歲 我們把他講的 處罪 房子罪 水狗的罪 什麼罪都有 好 一個簡明二要的憲法 他就可以把美國的基本精神 都寫在裡面 這個美國的開國的先前 真的是厲害 而且他們是可以說大公無私 他們就是要盡量要 限制 政府的權利 然後保障人民的權利 他不需要一個大政府 他只需要你這個政府 找干預 你只要幫忙把建設弄好 把路開好 把一些規則定好 這樣就好了 人民就依照憲法的精神 還有 立法 訂出來的一些法規 還有行政部門的一些細則 好好運作 就可以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 他們有真正的行政立法施法三權分立 互相制衡 我們來看 那些永不其立鼓掌的人 值得我們台灣人來學習 從這個在歐巴馬 在美國國會演講 就這兩群人他不會 站起來鼓掌 那我們來看這兩群人是什麼 第一個 他們是美國參謀聯席會議的成員 軍人不鼓掌也不干爭 除了有關軍隊的事務 你看 大家這樣坐著 人們都爬上去打步 他們這些人都臉病病 那些人不知道欠了多少錢 火花錢沒落 OK 他們就是有這種公正的心 OK 好 再來看另外一群人 他們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大法官是不會就演說中的內容 來鼓掌 因為他們代表國家權利的另外一端 司法公正 對不對 這也有 這個年紀很大的 這個 真的要做到大法官 要有相當的資歷 要有相當的資歷 OK 我們再回來看 從這裡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三權分立 其他外面這些大部分都是 參眾議員的 議員 他們代表美國國會代表民意 那麼 美國總統是代表行政部門的頭頭 美國總統的職責 就是監督好他下面的部署 依照憲法 依照立法 國會立法 的法條 依法行政 OK 有這些大法官 在監督行政部門 如果有什麼缺失 他們也可以依據國會的究極 然後來裁判 好 吸引以及培育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來 這個因為他 美國是一個世界種族的大融合的地區 自從 林肯總統發動這個 南北戰爭 解放黑奴以後 美國的人權 的觀念一直在改善 以前 南方的黑奴 剛開始 也是反對 林肯總統 他要解放他們 很多人就是做奴隸做慣了 你叫他自己 出來做主人 主人他反而不會做 他本來說我在主人家 按時工作 按時有飯吃 你叫我自己出去當老闆 我怎麼辦 不會做 沒有一個人給他下命令 你今天要做什麼 哇他傻掉了 台灣人很多這樣子 我們被人家管四百年 做中國人的奴隸做68年 很多人現在說 我們要把中華民國 國民黨要趕出台灣 叫他們回去金門馬祖 或是平坦 或是中國 他們說 現在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把他們趕走 很多台灣人是真的是被 奴化教育 育民教育 都變成有一半 大概兩千萬裡面的 一千萬的台灣人 已經變成中國人了 所以我們 總統大選 都會輸掉就這樣子 然後美國在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的時候 就是 等於說招收了 接收了 德國的 一般的高科技的那些科學家 來替他研發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還有 因為他美國號稱民主自由 只要你合乎 美國的移民主的規定 你都可以移民來美國發展 美國又提供很好的學術單位 研究單位 實驗室 就是讓你可以來這邊好好發揮 所以為什麼 以前我們台灣人 或者全世界很多 去美國留學的 後來都會留在美國服務 為什麼 因為只有那個地方 會提供科學家 養分 環境 設備 他如果回到 像印度 你要回到印度去 印度沒有那些設備 可以讓你去 研究 去好好發揮你的手藏 沒有那些設備 你就做不出東西來 OK 所以 這也是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之一 全世界最優秀的人員 都願意 留在美國 來替美國服務 替美國發明 各式各樣的高科技的東西 包括先進的頭腦 先進的觀念 來協助美國 變成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好 啟發導引式的 自由教育環境 好 剛剛我們談到德國 他利用憲法來規定 不可以 有補習班 叫小朋友 從小就去 學補習 台灣補習班 到處淋漓 我從小學五六年級 我就開始補習了 那時候有分放牛班 跟生學班 我那時候算還比較有信 被編在那個生學班 下完課以後 繼續補習 那你看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 以前還有什麼 參考書有沒有 這個參考書如果都學來了 我們就要藏起來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說 講到做不一樣 說一套做一套 說要叫我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有沒有 我們做一副畫面說 做台灣人都歪歪的樣子 去去 你看 他在教我們做外國人 都學來了 參考書藏起來 都學走了 參考書又拿出來 跟都學講我們沒有再補習 通通有的老師特別交代 你這 跟那個父母親講 你這小孩子跟不上 要來我那邊補習 好 跟你的父母親講了 你還不來補習 考出來 考90分 講10個 那10個都大的目 你不來補習 如果有來補習的講小的 對 本來課90分 那課80分 講10個 所以很可惜的是 台灣人在那個環境下 被教育成 變成兩套標準 而且會開始會說謊話 台灣人的自己的信用都壞掉了 講到做已經開始不一樣了 我們爸爸 他講的 日本這台教的都多嚴 講這個這個軟就軟 講一致就尊重了 不用寫記憶 現在 中國人來寫記憶寫一本這本 還會出事 這就是我們 那種造成的 所以我們要關心 突入中國 這個通責 好 我們要自己打招 謝謝各位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10分鐘 11點半準時 請大家提早1、2分鐘進來 11點半準時 在這裡 繼續下一堂課 謝謝